在超商前的蓝色轿车突然间遭到后方一辆白色特斯拉大力冲撞 整台车差点就被撞进超商 但夸张的是撞一次还不够 肇事驾驶明显不肯善罢甘休 一口气连续撞了五次才肯停了下来 因为遭到强力撞击 超商落地窗整面都被撞碎 玻璃散落一地发出的巨大声响也吓坏附近邻居 纷纷跑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超商前离谱车祸发生在17号晚上8点多 40岁的肇事驾驶刻意撞上的车里面 坐的其实是自己的太太 原来是夫妻两人为了谈事情 约在彰化县园林市这间超商前见面 妻子提前抵达 先喊两名友人在车内等待 没想到丈夫一出现就往他们的车子撞了上去 有勾住一个女生 那女生应该是坐蓝色那台车子 现场无人伤亡 今初步了解本案系感情纠纷 因而导致本件事故 警方于现场对双方实施酒册 双方均无酒精反应 初步排除酒驾酿货 但超商无辜被波及 现在只能用木板临时代替落地窗 而丈夫冲动形势已经涉嫌家暴 未来妻子也不排除申请保护令 但为何要开车状太太 两人三肩齐口 真相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新新闻中的报道 哦 XD XD